上个月,中国发动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几乎完全用数十艘军舰和战机包围了台湾。 这次被称为联合力舰2024A的演习,是对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的回应。 其命名暗示这可能仅仅是今年诸多此类威胁性演习的开端,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从而剥夺其事实上的主权的担忧。 近几个月,多位分析人士提出,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宝盒式登陆作战的可能性,而是中国可能通过灰色地带鞋破行动或封锁,迫使台湾屈服。 有迹象表明,这一思路反映了台湾官员自身的观点。 例如,台湾外交部副部长李策在去年曾表示,相比直接对台发动军事进攻,中国更有可能对台湾实施经济封锁。 他说,台湾正在以中国希望赢得战争而无需实际战斗为前提,与盟友共同为应对可能的经济封锁做准备。 在我最近访台期间,我发现这种观点在台北国家安全界占主导地位。 然而,多年来,我一直在与美国和盟友高级政府官员就台海危机情况进行大规模占游。 我有信心在最新出版的《濒临战争的世界》一书中表示,与全面军事入侵相比,中国采取经济封锁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北京不太可能追求此种行动。 事实上,尽管拥有这一能力已几十年,但它至今未尝试过。 实际上,企图实施经济封锁几乎不可避免会导致战争或中国遭受耻辱性失败。 因此,如果台北寄希望于北京寻求战争以外的选择,那它就犯了严重错误。 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某种灰色地带战争、协调宣传和广泛的再教育计划,迫使台湾投降,它无疑会选择那条道路。 但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奏效。 尽管中国在台湾进行了广泛的渗透和招募特务,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但台湾人民压倒性地拒绝了统一,仅有1.2%的台湾公民希望尽快统一,只有7%的人希望统一。 随着台湾在90年代向民主体制过渡,这个岛国的民族自豪感、历史认同和自觉愿望显著增强。 中国官员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现实,国防部长董军在本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苦涩地抱怨、和平统一的前景,越来越被台独分子和外部势力所蚕食。 试图扼杀台湾国内经济的经济封锁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条可行替代方案,避免了全面战争的代价、风险和意外。 中国可能会采取多种形式对台湾实施封锁。 北京可以简单地宣布台湾周边海域违禁航区,并警告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就像俄罗斯2022年在黑海乌克兰沿海地区所做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商业保险公司和运输公司将基本停止往返台湾的运营。 中国也可以采取更灵活和选择性的做法,利用海军对前往或离开台湾港口的任何船只实施部分或全面海上检查。 无论哪种方式,台北可以理解地担心这种行动将重创齐经济,并对岛内适时独立构成致命威胁。 但经济封锁难免会遇到以下障碍。 一场中国的经济封锁将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它将反过来伤及中国自身经济,很可能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并且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 让我一一分析。 对台湾实施经济封锁将损害中国自身经济,后者依赖台湾进口关键技术,如先进的半导体。 由于去年美国实施的新出口管制措施等因素,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自主研发这些技术。 2022年,台湾制造了全球超过60%的半导体和70%以上的先进芯片,这是制造现代电子产品所必须的。 由于体积小巧,这些芯片大量乘坐民航运输而非海运离开台湾。 一旦中国对岛内实施任何封锁或检查,台湾可能会首先停止向中国运送此类芯片,同时继续供应世界其他地区。 近期,彭博经济学家公布的经济模型建议,在封锁首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9%左右。 如果中国全面封锁,包括威胁击落携带芯片的民航货机,并冒着遭到世界其他地区谴责的风险,就像2014年MH-17航班遭袭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所做的那样,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5%。 当然,这还没有考虑台湾可能对中国实施反制封锁的情况。 中国五大最繁忙港口,上海、宁波、舟山、深圳、青岛和广州,都在离台湾1000英里范围内,在台湾自主研发的云风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内。 在过去6个月里,我们目睹了一支由伊朗武器装备的野门湖塞武装,如何凭借相对有限的导弹实力几乎切断了红海的商业航运,无视美国和欧洲盟友的最大努力。 即使在没有美国直接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台湾也将拥有更大能力威胁离开中国港口的船只,光是这种警告就可能导致国际保险和航运公司停止在该地区经营。 因此,任何对台湾实施封锁的企图都可能对中国自身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并且是执行程度而定,也将波及世界其他地区。 国内外压力将会迫使中国领导层放弃封锁,而且这种压力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供应链中断时间越长。 其次,由于台湾可能采取报复行动,以及美日军事力量有可能介入破坏封锁,甚至施加进一步由军事力量支持的代价,经济封锁很可能会升级为全面军事对抗,甚至是全面战争。 在遭遇此种挑战时,中国可能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海空战争,却无望实现最终征服台湾这一主要目标。 因此,如果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发动全面入侵,而将封锁视为此类进攻的前奏,它可能会遭受毁灭性的耻辱性失败。 第三,封锁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 至少,封锁可能会迫使重新评估台湾政治地位的国际现状,为台湾及其支持者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挑战现状,打开大门,甚至可能正式宣布独立。 实际上,美国及其盟友可能考虑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中国不终止对台湾的封锁,就威胁承认台湾独立并放弃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毕竟,华盛顿50年来的政策关键就是坚持维护现状,即中国不能通过武力或胁迫统一台湾,台北也不能宣布独立。 美国及其盟友将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已经推翻了这一长期状况,因此他们不再有义务反对台湾独立。 事实上,为进一步增强威慑力,美国明确提出如果中国企图封锁或入侵台湾,它将立即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独立。 台湾的经济和人民无意将因中国的封锁遭受巨大损失,但许多人低估了该岛拥有的应对资源。 台湾每年进口约210亿美元的食品,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肉类产品。 但它也拥有一个强大的农业部门,大量生产稻米、蔬菜和水果,河流和海洋中鱼类资源也很丰富。 因此,即使中国实施非法和不道德的食品进口封锁,台湾人仍然能够自给自足。 台湾高度依赖能源进口,高达98%的能源由煤炭、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构成。 虽然在封锁情况下能源形势无疑会十分严峻,但与乌克兰不同,台湾拥有热带宜人的气候,能源短缺不会导致人们死于严寒。 台湾还拥有本土能源生产资源,包括发展迅速的太阳能产业、海上风电厂和水力发电。 它目前还有两座运营中的核反应堆,以及四座正在退役但在能源危机时可能重新投入使用的反应堆。 在能源有限的情况下,台湾人民无疑将遭受巨大苦难,就连经济也将受重创。 但这不会成为一个存亡问题,它们仍将有一些缓解措施可用,尽管远非完美。 出口占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全面或部分封锁必将对台湾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加之能源短缺,情况将雪上加霜。 然而,在现代历史上,从未有国家或城市纯粹因经济崩溃而屈服于胁迫。 无论是俄罗斯在最近入侵乌克兰时有系统的试图摧毁乌克兰经济,还是美国对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实施制裁,这些压力都没能迫使这些国家改弦更张,更别说投降了。 事实上,从现代封锁史来看,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们能导致被围困地区的人口屈服。 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曾对列宁格勒实施长达两年半的骇人听闻的野蛮封锁,造成上百万平民伤亡和死于饥饿,但该城市并未投降。 更近期的例子是,90年代期间,波斯尼亚赛族将萨拉热窝围困近4年,造成6,5万人伤亡,但最终仍未能实现目标而退却。 在近期记忆中,中国根本找不到任何历史先例可以让他相信,对台湾实施经济封锁可能迫使该地区政府投降。 一些分析人士,比如卡尔顿和卡瓦那,主张虽然灰色地带影响力行动本身无法迫使台湾与中国大陆正式统一,但它可能会阻止台湾实现正式独立。 然而,这不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正式统一台湾的明确目标相矛盾,也不符合美国及其盟友反对台湾正式独立,支持维持现状的立场。 更与台北方面认为台湾已是独立国家,无需再宣布独立的立场背道而驰。 因此,灰色地带影响力行动和其他胁迫行动似乎即无法实现中国的目标,也无法扰乱美国和台湾的目标。 在另一个分析中,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人员分析了一条行动方案,包括开展影响力行动重塑台湾政治环境,使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目标的力量微不足道, 进一步孤立台湾通过削弱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综合外国力量遏制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行为,并建立新的两岸法律框架,确保台北方面同意最终被中国并吞。 这一情景的主要挑战在于,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趋势都正朝相反方向演进。 台湾民众越来越反对统一,短期内这种趋势无法逆转,就连中国领导层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分析人员还提到中国需要阻止美国与台湾领导人接触。 但自1979年与台湾断交以来,美台官方接触处于最高水平,美国国会代表团不断访台,美台军事交流也日益深入。 这一轨迹似乎只会持续加深,而不会减弱。 最后,这一情景主张中国必须促成台湾当局签署一项让步性和平协议,并由台湾人民视为合法的中华民国机构批准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两岸决策机构。 但鉴于台湾人民坚持独立和维持现状的偏好,再加上中台两地曾就一项服务贸易协定磋商导致2014年爆发广泛反弹和太阳花。 协议运动两年后将鹰派的民进党推上执政位置的先例,在可预见的未来,上述情景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以今天的政治现实来看,一向导致台湾完全导向中国的和平协议很难通过台湾立法机构,更不用说获得台湾人民的认可了。 泽利科则提出了一种间接控制的情景,即中国实施空中和海上边境控制,使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行政区。 他认为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选择,而且是目前就可行,且无需事先警示的做法。 泽利科表示,这一选择不同于封锁,因为将通过海关和移民管制实施有选择性的限制。 然而,这一情景存在与上述情景相同的问题。 如果这确实是比战争更容易实现习近平有关统一台湾的梦想和愿望的选择,那么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这样做? 这也忽视了台湾以及美国拥有许多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进行报复的事实。 正如我在上文所述,即便是极端做法,全面经济封锁,也未必能迫使台湾屈服。 中国的经济封锁最终可能会因为台湾及其伙伴破解封锁,或者中国自身无法在政治和经济上维持封锁而失败,这种可能性非常高。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介入破坏封锁,无论是通过潜艇和水面舰艇突破封锁,还是用飞机向台湾运送补给甚至是军事物资,这种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加。 在后一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是否与美国军队交火的抉择,那可能会升级为全球性战争,或者选择放弃并接受一场耻辱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与采取全面入侵台湾的最可能替代方案相比,单纯封锁战略的前景暗淡无光就更加清晰了。 如果中国先动员齐攻台的海、空、陆军力量等待数月后再发起封锁并向台湾发出最后通牒,它就能真正威胁进行全面入侵,以防封锁遭到挑战。 动员步骤也将给予中国时间判断美国、日本或其他盟国是否计划代表台湾介入,因为北京将有机会观察这些国家的公开表态,准备工作和部署。 以评估他们的能力和意图。 总之,台湾可能会面临中国的经济封锁,但这种封锁只有在中国以为全面入侵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预备需要升级或至少以武力威胁支持封锁时才具有战略意义。 无论哪种情况,台湾实际上都会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军事实力。 当然,中国也可能误判局势,在缺乏入侵威胁做后盾的情况下单独发起封锁。 那无疑将导致一场战略失利。 即便理论上封锁可能是一种选择,但它并非台湾目前面临的最可能或最严峻结果。 这个终极风险属于军事入侵的威胁。 如果台湾认为经济封锁比军事进攻更可能发生,或封锁就是终点,那它就是在做出危险的误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